季醫師這部分大家就說要法辦 有辦法法辦它嗎 現在大家也希望政府針對這件事情 應該這裡面包含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還有傳染病防治法 相關單位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那馬上提出來這裡面有哪些部分 是有刑責可能的 因為這個對於民眾來說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一再提醒 現在疫情的狀況 台灣當然是還沒有社區感染 那民眾的部分不需要恐慌 可是醫療人員的壓力非常的大 醫療人員是從農曆年 就已經開始到現在是非常緊繃的狀態 我們當然很贊成說 台灣在其他國家 他沒有辦法獲得好的治療 就像那天部長講的 能夠回到台灣來 我們給予治療 是對我們國人很重要的一個愛心 跟我們應該有的一個態度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任何一個感染回來的 第一個他在飛機上 沒有做任何防護的措施 也就代表在飛機上 跟他一起飛的這兩百多人 都有可能被他傳染 你一個最基本的防疫就沒有做到 第二個事情 這裡面回來的感染者越多 不是我放在那裡就好 你需要附壓隔離病房 你需要輪班的醫療人員 你需要後續的醫療資源 當然台灣我相信在政府來說 只要是我們的國民 醫療資源一定提供 可是你是一個可以避免更多感染者的 你這般飛機上可以避免更多感染者 你沒有防護 不讓台灣的防護專業進到飛機去 提供我們的要求 第一件事情就非常的過分 所以這個新聞昨天出來的時候 我也看到包含醫療界 包含很多過去其實可能也沒有這麼關心這些事情的民眾都非常的生氣 生氣的事情就是你怎麼可以這樣濫用台灣民眾的愛心 然後對於我們國人的那個耐心 你根本就濫用嘛 那所以其實防疫的時候有一件事情最重要 防疫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遵守規定 因為只要不遵守規定 公平性就沒有 就像為什麼今天口罩你要照健保卡去領 你不能讓大家不守規定 你不能亂寄出去 第一件事情要遵守規定 因為沒有遵守規定 國家會亂 第二件事情防疫的時候不要挑戰別人的信任 最近一直有一些狀況 我一直看到一些醫生們他們就在反應 去看診 也不講他哪裡來 只說他發燒喉嚨痛 跟他要健保卡不給 後來逼問了很久 中國回來的 該防疫也沒防疫 該戴口罩也不願意 然後問了很久才要說 我其實中國回來的 每一個這種個案都會讓第一線的醫療人員非常的緊張 而且完全挫折他們做這個工作的情緒 那這一次我們包含從武漢飛回來 我們也認為說在那邊的醫療狀況一定很不好 感染狀況一定很嚴重 那就像剛剛石琪姐講的 很多他只是因為出差 可能本來只要那邊待三天 變成叫他待三十天 誰受得了 誰有辦法 我們當然希望這些人要回來 包含有生病的孩子 第一班飛機 如果是這些短期狀況之下 他在那邊真的是無依無靠的人 生病的人 老弱婦孺 第一班飛機這樣飛回來 我相信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民眾跟醫療人員會抱怨 大家會說這件事情再怎麼樣委屈被中國吃豆腐 我們都沒話講 問題是你現在飛回來是什麼樣的人 你在第一個事情這麼重大的一個算是 我們你說不要惹怒中國 不要說撤僑 把台灣人帶回來動作 你就完全摧毀了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信任 後面大家防疫怎麼做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你認為還在說什麼要少一點政治 感覺上泡口好像還是對台灣的 你就是站在你的政治利益 這件事情也充分地顯示一件事情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非常多人包含組織 包含一些政治人物 口口聲聲說 我跟中國關係很好 我可以幫大家談到國家 談不到的事情 我可以幫大家做到國家做不到的事情 你親眼就看到這件事情是什麼 買辦文化 踐踏在台灣人民的善心愛心跟信任之上 謀求你最大的經濟利益 混帳 我們非常清楚 在那邊有非常多台灣人 他有需要回來台灣 我們都可以想像那邊 他們狀況有多差 我們多擔心 我可以理解 我們現在政府裡面 在這一次要把他們撤回來的動作裡頭 我們要面臨什麼 第一 中國對我們還是一直找麻煩 你看 連用台灣的飛機去接他也不准 對 用撤僑的名義他也要閃 連讓我們事先得到名單 都不願意先給 第二個 我們的壓力是什麼 最短的時間希望把人帶回來 但是這中間的各式各樣的程序怎麼處理 台灣的安置怎麼處理 我順便講一下 柯文哲市長那天說 要公開透明 你今天為什麼只有說要信任就好 你為什麼沒有要求他們公開透明講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的